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棵百年蠻果老樹是芒果樹 其實它是位在原本的公斷地上面 那圖庚岸他們這樣以後會規劃 會蓋23個26層樓高的景觀豪宅 那我们是觉得说它既然是在公共地上面的老树 而且它已经一百多岁 它其实它非常不容易可以存活至今 那他们我们觉得经常应该把这个东西把树 因为它是一个很难得的绿色资源 也是我们的资产 我们是觉得是共有的资产 应该把它留下来 然后应该把它纳为他们以后的公共空间的设计 然后可以做一个共融共存的设计 我非常非常的讶异 在所谓的都根之下 我们一个一块一块的土地都被卖给了财团 然后我们所有的树所有的生态都没有了 如果说一旦这一边要做故事变更的话 这棵芒果树的未来非常非常的令人感情 很多人说这只是一棵树 我想要说的是这不只是一棵树 一棵树要长到这么高大 要花一百年的时间 期间它可能要面临战争的危害 水灾天灾各种各式各样的灾害 要裹过这些灾害之后 一百年间它才能够长到这么高大 可是今天如果说人一来 台风没有把它吹倒 可是人来了 拿起斧头 拿起推土机 一推它就倒了 一百年来的所有的累积就这样子毁于一旦 所有台湾各地大概有十几棵的老牧树 有的两百年有的三百年有的四百年 通通位于所有的这些开发区域的屋级 或者是比较早期开发的区域 所以这些树其实这些它经过的这一百年的风光 还有包括是存在的是我们鲜明开发的建议 百年老术 原地守护 百年老术 百年老术 原地守护 我们可以看到65%是国家的土地 那有的是中央的持有 有的是地方持有 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是政府 都是我们大家的国家的资产 那国家的资产过去的这个都更 这几年的都更 都更其实并不是要让我们的 并不是像他的这句话 并不是像都市更新 更新这两个字好像要让我们的都市变得更漂亮更新更好 相反的都更其实在台湾现况 已经变成一个血淋淋的字眼 他是用都更这两个字 在抢夺我们的公共利益 抢夺我们的生活空间 抢夺我们的国家保障 那在这个有钱人 少数的有钱人 少数人用这个以小吃大 小数人 少数的配心的建商 以空卖空的运用这个都更这个字 来抢夺我们的国家资产 那受害的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像士林王家 像永春捷运站 这边很多的人都是受害者 那现在我们看到 其实芒果阿嬷 水阿阿嬷 大自然 老树也是受害者 也都是都更的受害者 我们在这里是要抢救我们的国家保障 不只是抢救这块地 也抢救这棵老树 预约下一个百年 预约下一个百年 百年老树 原地守护 原地守护 原地守护